中文字幕——YK CJ 南岸西婷 2分球 CJ 看看杨振 这次有三分机会 漂亮 杨振 菲利福往前推进 看看这一下对方推得深 自己直接来 给到菲利福的投篮 一对 再中一个 江淮 这次用自己行动来 看看能不能打进 漂亮 看看杨振 这次要隔空 我的天啊 比赛前的资格 我认为周琪的资格 因为我感觉 朱芬佑的资格 很累 你比赛那么快 你会比赛 尤其是资格 尤其是资格 当时我也是努力地去鼓励他们 让他们忘掉 第一场比赛的实力 把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第二场比赛 从体能方面来说 我们要比他们 处备得更加多一些 他真的上了四个老外 向上头 我腿现在不行 向上头不行 那个谁 无锡队 不是 那个谁上 来 追 各位 现在先发出你们的尖叫声和掌声 来迎接第二场比赛 比赛开始 明亮 在我们的最后一轮内部 比赛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 一分吸败的奥格莫芳队 再次出战 他们将迎战的是周琪教练 天旁 天旁 从率领的金龙队 两边一上来 三分外界的尝试都没有命中 先介绍一下两边的首发 在奥格莫芳这边 四号 江淮 九号 队长 杨震 另外我们的补强球员 在侧翼 五号 布拉德 还有三十三号 东明亮 以及孙海青 这是奥格莫芳队的阵容 零号 前场球 跳球 跳过来 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 杨震 杨队长 这次一小打蛋 绕到湖顶来 从左手走 漂亮 杨震 左手上来命中 走 厉害 介绍一下金龙队的阵容 场上九十九号张志远 二十三号凯勒 零号菲利普 在侧翼三十一号CJ 以及补强的球员 十号 克里斯 克里斯 右手突进来 看看反篮来上 这次上篮力量有点小 好 九十九 我得了 一张来 二比零 欧格莫芳 两分领先 布拉德给到杨震 杨震迅速地转移球 姜怀在底角的位置 还是带到湖顶 看看 这是小打蛋的机会 直接投 篮板的拼抢 前场球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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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杨震 这次有三分机会 杨震 队长杨震在第二场比赛 开始找到状态 而在金融队这边得分 还没打开局面 五比零 杨震他这个右手 他这个右手 完烂 快 大狼干嘛呢 二号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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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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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来先打过一场的 欧格莫芳队 进入节奏和感觉更快 杨震再上分 这一下差一点点 篮下的篮板球 好球 克里斯 有点帮助 我们也来给金融队加油 金融队 加油 金融队 加油 金融队 加油 他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拿到他们在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菲利普来自塞尔维亚 这一下菲利普刚说完 来了 来自塞尔维亚的三场篮球的运动员 零号菲利普 这一次为金融队投进一记三分 江淮转移很好的视野看到杨震突底线 这一下空中制空 杨震拿到两次罚球 这一次造成对方犯规 第一队没有命中 比分五比三 欧格莫巴领监两分 第二队中 出 出 出 金融队进攻 31号CJ 横向的移动 看看菲利普摆脱之后 接球 这下出球找到张智云 张智云这下决定自己突一步 带一点空间给到菲利普的投篮 再中一个 菲利普 把手感打开之后 两记三分命中 六比六 三分 张智云 这次用运球的节奏 推着张智云往里走 张智云也不敢轻易地扑上去 张智云也不敢轻易地扑上去 张智云个人能力突破之后 两分 看看CJ很想转移 菲利普 如果感觉好 就继续投 这一次打开 短了 布拉德上球 看看杨振 杨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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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滚球 我的天哪 CJ的一记超级感冒 阻止了杨振的超级扣篮 非常精彩的一球 我兄弟只能打五分钟这个球 无论是杨振和CJ在这次的攻防表现 各位再给两位一点掌声 8比6 各位我们再来给欧可莫芳带来加油声 欧可莫芳 走 欧可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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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德 曾经效力于NCWA的一级联赛 这次通过左手突破 左手的打板命中 10比6 欧可莫芳四分领先 进入队这边除了菲利普之外 还没有人得过分 会不会给到李耀强 现在再招低位 欧可莫芳 很好 欧可莫芳在篮下 这个这么深的位置 对他来讲得分就太简单了 现在10比8 欧可莫芳 2分领先 落到右位 这下江淮 左手的E9L在中距离漂亮江淮 来 2分投入 5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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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比8 内线 看看谷叶卓 进龙队的队长 来 回 再给右侧李耀强 看看这个进攻是杨震 一击抢断 这下上球之后 菲利普反抢 赛下 CJ 凯莱 5分投入 5分投入 没关 没关 现在凯莱 2分投入 第一队没有命中 现在8比12 金龙队落后4分 第二队命中 9比12 经过一场加持赛 对于欧可莫芳的体力 是一个考验 凭分 在车轮战的比赛当中 就看哪一队的发挥 先防李耀强 把稳定两个智能贯穿了 布拉德给到张晨宇 张晨宇来到场上 看看他的表现和贡献 布拉德 这下再立找一个掩护 再给张晨宇看看李耀强 从底线下出把球给拍出去 他打他打这边没关系 我来我来我来 这边没关系 进攻方要注意了 还有两秒的时间 我来吧 这下给杨震 杨震直接接球拔 这下拿到了出手机会 但是没有命中之后 这边进攻队迅速地上球 菲利普给到中间 李耀强 球接好再给出来 菲利普今天有过两季三分的命中的表现 给到凯勒 凯勒 凯勒 这次三分短了一点 冬明亮高高越级收下篮板 那么5 布拉德 再给张晨宇 回到中间 董明亮在中路的刺激 还没等出手 这一下李耀强就把球给盖掉 CJ转换 反馈 好球 换人 快换人 第一罚没有命中 一次 最终的 李耀强罚中第二球之后 十比十二 金融队落后两分 对手 对手 张晨 张晨 过来之后 利用节奏 漂亮 张晨这一次的进攻 节奏感非常好 防守防的犯规 张晨将执行两次罚球 张晨罚中第一球之后 欧可摸方十三比十 领先三分 第四 CJ转换 两发全中 江淮的表现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四分领先 欧可摸方在第一节 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不 金融队 菲利普给到刘帅 刘帅上场之后 第一次的触球 这一下 有点犹豫了 再给菲利普 看看菲利普观察 给到利耀强 好 好 好 这一下菲利普也非常聪明 他跟江淮一样 在行进过程当中 吃球来做出判断和选择 这也是作为一个空位的基本功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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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德很向的移动 在左手的突破 第九招 太好了 五号布拉德 在左边用左手 又打入两分 现在十二比十六 金融队落后的四分 DK 和你 DK 直接 飞利普继续地绕掩护 从中路背传 这次传球太过血液 但李耀强是很难接的 欧阔风方这边 让郭凯伦上场替换江淮 好 布拉德 看看布拉德的失忆这边 要让欣锐 吴欣锐上来接球 这要球没运好 好 七秒 布拉德 突破之后 给到凯伦 再转移 吴欣锐突底线时间 没有了 这次打的是足够的耐心 不错 但是下回要注意时间 那金融队拿到追赶的一个 破镜比分的机会 漂亮过掉之后 直接扣 不要逼他 不要逼他 他不偷 没篮抢 不要抢太大 他没篮 不用上那么近 给他拿破 给点距离 他没有篮 拉马 上来 第一番命中 现在金融队追到一个 运动战进球的差距 13比16 拉马 第二番也中 14比16 金融队通过罚球 把比分追到两分 队长杨正 队长杨正 这次横向的移动 看看左边 突进来之后张志源 站住防守位 没让杨正出手 第一手的上篮 差一点 好球 二次进攻 张成宇 捕捉 可以 还是四分的 又到四分的领先 贝利普 看看这一次集体 再给中间 张志源 张成宇 在背后防得不错 不过对方 篮板拿到再给二次进攻 漂亮 非常直接的传球 还得是强的 直接 李耀强篮下两分打进之后 两分差距 郭凯伦 郭掩护 中距离尝试 漂亮 郭凯伦 稳定的中距离 这一下两分投中 20比16 第一节 还剩下一分钟时间 贝利普再给张志源 一样的发起方式 漂亮 这下的绕切 这个球刘帅 这上不进都有点难 但是他做到了 20比16 郭凯伦 看看来回的掩护之后 再给杨正 凯伦 突破击提 出手 短了一点 金融队重新到主持进攻 菲利普今天手感不错 这下张志源二次进攻 张志源发球 今天在罚球线上表现不错 那现在罚中之后17比20 金融队落后三分 加油 第二罚 杨正点到一下 这边把篮板拿到 郭凯伦控球 给到布拉德 两位补强的球员布拉德对克里斯 右手 右手 左侧杨正基地 找内线 这下孙凯伦 好球 在内线的进攻 可以 99 拿人 造成对方犯规 孙凯伦将执行罚球 不要让他躺你身前 绕过去 慢慢 第一罚 孙凯伦没有罚中 急 他太急了 稳一点 一次 一次 孙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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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找人 第二罚伐中 暂停 救济教练请求暂停 17比21 在第一节还剩下13秒的时候 金融队落后着4分 不要让他抢到你身前 篮板球抢不着往外打 后场发球 不要想法 竹岳卓 然后那个 你直接下来 到这来 华兰线 温家龙到这来 好 传球上来得挡 运球过来 对后场挡 那个谁 李小强 你先等一下后场这挡 然后 两个人沉到脚 上来再挡 突破 传球传球 倒了 谁防那个飞地鼓的时候 一个是他现在只有他进三分 另外一个他打挡猜的时候 那个内线要上来一点 包括吴兴瑞你也是 你现在如果是站4号位他发生挡猜 他发生挡猜 你得上去 你不能往后说 对不对 他经济太轻松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内线一定要上来 要大延我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坚决投筋 继续就是说打的就是凶狠一点 加油 暂停时间到 第一节还剩下13.6秒 在这13.6秒的时间内 金龙队能不能把比方再追近一些 我们给金龙队来点加油声 金龙队 加油 金龙队 加油 刀 刀 10秒 队长谷月竹 这下转移球传的是差点丢 克里斯的长距离的两分 没有0秒的时间了 时间先到第一节比赛结束 欧格莫芳 21比17 领先 要把这个比分带入到第二节 两边休息一下 后位你们要提前发动那个战术 提前喊战术 不管是牛角还是二 还是拇指 都提前喊 提前喊你们 让大家落位清晰一点 杨泽你落位还是不够清晰 那个谁张职员在篮下 他是狗 但是他没有力量 我说我定 他不会投篮 没有必要上那么大高 给他的那个 但是如果他发生掩护之后 跟菲利古打掩护之后 那就要上去了 五下和五 看清楚你们走到哪边 五下是跟五号位同侧的人掩护 五是弱侧的上来掩护 谁 孙海青或者是三十三那胖子 防谁 谁落到这 他往这边走 他往这边走 换着位 同侧的风险上来掩护 好的 其实总体来说还是手感方面 会比书房语队差一些 因为他们已经打了两届比赛了 但是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 在体能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 好不好 答声好 很好 来 来 1 2 3 加油 1 2 3 加油 好 第二节比赛准备开始 首先进攻的金龙队 金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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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金龙队 加油 No 你倒了 欧阔摩方领先着四分 21比17 凯勒 给他顾越卓 顾越卓再往湖顶带 这下寻求自己来一起三分球 三分场两边的手感都还没开 来 布拉德一对一对上菲利普 走法纠线 再给到杨正 看看队长的突破 传球失误 连续两次回合了传球失误 没有 金龙队看能不能抓住对方 在进攻端的这几次失误的机会去追分 有 CJ 看看 两分球 CJ 谢谢 谢谢 放手 走 走 走 19比21 在第二节 金龙队率先放弹 那么把比分追到还有两分超级郭凯伦 转过来之后 欧洲部打板命中漂亮郭凯伦 这一次拿球之后冷静应对 对 对方追的分 再给他补回去 23比19 菲利普往前推进 看看这一下对方推的深 自己直接来 三分 三分 好 快 菲利普延续着在第一节 非常不错的三分的表现 这一下比分追到一分 差距 看看欧可莫芳要怎么回应 给到郭凯伦 背转身 重距离 这下投篮还是短 这金龙队有一个反超的机会 菲利普 再给CJ 带进来 高高跃起 挑战 大中两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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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24比23 好 好 CJ 比分 在这场比赛 周期战队第一次取得了领先 坏 坏 弗拉德 持续的寻求孙海青的掩护 再给到第一脚找杨震被破坏出剑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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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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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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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法仲正25比23 海星 海星 没事 海星 法仲正在 没关系 没关系 打他就行了 没关系 孩子牵挡球 走 走 要球 宋亚勤 再找到布拉德这个中距离怎么样 我了 这边金龙队防下 金龙队两分的领先在手 看看菲利普 带到的位置很深了 这一下江淮摔倒 这个摔倒是不是影响对方头来的感觉了 江淮漂亮被转身 但这一下CJ防得更出色 断下来之后 CJ转换 降速 张志远 篮下 这也许框会好一点 而这边上球更快 郭凯伦给到 向志超 江淮再给 看看布拉德 这下自己来 传给下一秒的自己 然后两分投入 25比2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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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40秒的时间 2 金龙队虽然这场比赛进入状态慢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感觉 CJ看看对方防守 然后往内线压自己投篮 但三分未中 郭凯伦 接着在右侧江淮启动 被转身 再给布拉德 这次的尝试 2 还是没有命中 15 你走干嘛呢 走 直走 注意点 裁判看来 请队员 队员冷静 各位掌声给他 也许我们所有队员都是 身经百战 但是面对到每一场新的比赛 他们总是想真胜 转过来这么给我一走 来 这边教练也至今换人 各位我们所有观众再次掌声 鼓励一下队员 我们希望看到激烈的比赛 但是不希望看到太多过于激烈的情绪 郭凯伦 这下处理给到孙爱卿 对方上来没有断到这下 挑高弧度打 孙爱卿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这下造成对方犯规 两个 第一罚中 欧格莫芳再次领先 二十六比二十五 一次 罚中之后现在两分领先 在经历过第二节前段和中段的起伏 欧格莫芳现在通过罚球 再次回到领先的位置 菲利普 漂亮 这次变速 再启动 激进几起 非常出色 上来命中之后 二十七比二十七 二十七比二十七 两边现在占平 两场比赛都是非常的胶着 好球 布拉德观察之后 自己再来一次 这投篮真的是有一点糟糕 CJ推进 给到队友的机会 这边命中 既然你们三分没有 另外一侧 克里斯来一几三分 他和CJ在快攻当中迅速连线 这是两分球 这是一个长两分 二十九比二七 这是两分球 这是一个长两分 二十九比二七 郭凯伦 这下没有给予回应 但自己去拿篮板 球权交换 换人 江淮 江淮 换人 追 追 直接把球传过半场 张志愿拿球 翻译再给菲利普 这下有一个无球的犯规 假摔吧 这不骗局犯规 这不骗局犯规 这一条 就是无球的犯规 推 前场球 前场球 再一次骗局犯规 判局犯规 请高一次 裁判也提紧一下队员在场上的动作 好球 好球 我们是背水一战 不能再输了 所以说 受到这些动作的干扰 可能就会 心情会有一些变化 会着急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是要把比赛赢下来 那你就应该就是 努力的去克制自己 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是要放在这个打球上面 来吧 各位继续 伸出你们的双手 把掌声给队员 也许在场上是有情绪 但一切都是为了比赛 第二阶 还有3分03秒 江淮 这次用自己行动来 看看能不能打击 对 完成 把所有的情绪放到比赛当中 好球 两边再次打平 把所有的情绪放到比赛 好球 好球 两边再次打平 把所有的情绪放到比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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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了 现在张志远两次罚球 篮板 不会发展 好球 第一罚中 好球 金龙队再次领先 30比29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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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胖的 黄队球 黄队 暂停 暂停 周琦队这边请求一个暂停 加油 这个暂停也非常的需要 让两边也都缓一缓 来 听着 掩护 CG走 好球 胡雅卓到这边来给他掩护 李耀强往下走 有机会给 没有 被掩护 给他 挖护 大家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要受就是说这个情绪的影响 你看什么情绪影响 自己战术都忘了 怎么防都忘了 都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就是说想干仗的这个 这上面了 没办法打了 对不对 冷静一点 把这比赛拿来 加油 1 2 3 加油 1 2 3 加油 加油 好 暂停时间到 现在第二节 2分50秒的时间 看看这场比赛结局到底如何 金龙队 加油 金龙队 加油 金龙队 加油 这下通过绕切进来之后 漂亮 李耀强 过 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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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暂停之后 这个底下球战术打出来 溜走 溜走 直接发球 主攻32比29 金龙队已经里面到了3分 这边欧可布方的回应 球在江淮手上 看看江淮的观察 很想转移 郭凯伦再给杨振 这球3分没有投中 王的拉人 前场球 这下就盼到了CJ31号 连防 欧可布方这边 看看他们怎么来执行这次的底线球 找远端 给到江淮 看看江淮 快 突破右侧CJ 给予回应 一记追身大帽 把球权拿到 给到前场 李耀强 犯规了 走步 走步为例 向德查在这个对抗当中相当聪明 你要跟我在怼 我就往后退 你找不到力量的支撑点 打什么 就是一个失误了 连防就一个 那这次防下来之后 对于欧可木方队来说非常重要 他们现在落后了3分 要把握好每一次进攻段的机会 4-7 这下盼到进攻 犯规 拉起来 拉起来 欢迎 阿强 阿强 走 利尔 10号 克里斯 出自法国的清训 没有 没有 非常强 再找Keller Keller替换张志源上场 克里斯在湖底 这一次的投篮被影响到 自己能拿到篮板 再来一次漂亮 10号 克里斯 现在金融队领先5分了 对于欧可木方队来说 要抓住机会和时间 江淮现在用小打大的机会 看看自己尝试3分 这下投篮拼出 CJ把篮板保护下来 感觉金融队这一场虽然开场进入节奏慢 但是是越打越稳 没有 欧可木方现在要专注防守 菲利普 在控制时间 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说 他们要去尽量地控制住时间 菲利普再来一次漂亮 这下欧可木方整个防守的专注力都丢失掉 郭凯伦迅速地推进到前掌 追分阶段 郭凯伦 这下看看能不能摆脱掉CJ 背转身 再给 又是一个失误 开轮 看看菲利普继续控制住时间 控制住球 对于领先的一方 时间 就是朋友 而对落后的一方来说 时间就是敌人 还有7秒 菲利普不断地绕 给到CJ 这次3分 没有命中 但是拦下李耀强 李耀强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把进攻篮板拿到 那留给欧可和木方的时间 就越来越少了 在篮板又点到 篮板球 还是让金龙队拿到 对于欧可和木方队来说 现在落后了7分 而他们对方打完时间 还给自己留下5秒 凯勒来一次3分球 这下篮板球又是丢掉 那在这样的局面下 好 好 葛洛峰 最后29比36 输掉比赛 我们也恭喜金龙队 7分 好 葛洛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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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第二场这样说 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吧 第二场必然这样说 因为队员已经完全就是脱离那个状态了 我感觉也很无力 就是没办法控制了 那个时候 其实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对于篮球的这种热爱 在场上面都是拼尽全力去争每一分每一球 就感觉 哎 辛辛苦苦 待了一下天 最后一场外战打不了 那真的让人太心烦了 其实心里 特别难受 因为也是最后一场球嘛 很想赢一场球 证明自己或者 想给朱总一个胜利嘛 但是最后面都输了 就觉得心里还是 下来以后 其实自己想了很多 其实挺懊恼的 这边迅速上球 32号 晨晨对抗 命中 让他进篮衣 跟进 两分投中 给到底脚 祖宗伟 再中三分 孙明慧 左手放进两分 让他CJ的突破 再中一个 香蕉具 三分命中 王绍杰 射队 反超体分 王绍杰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